所以你们大家都要看到 你们不现场来看 你们都不知道啊 很多人活在人间 自己家里这么苦 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苦 所以大家看到了 台长只不过让你们相信 我并不想叫你们干嘛 让你们相信之后 要你们念经啊 这么好的佛法 为什么不学啊 阿弥陀佛 知道我为什么讲这句话吗 因为阿弥陀佛也来了 讲吧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观世音菩萨 感恩各位农天佛法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 劳救洪师父 我们自己的业障 好嘞 听不见了我 你们知道台长天天 跟谁打交道 不容易的 所以你们也要珍惜 珍惜你们这个师父啊 我们来自佛山 请师父帮我看看 94年的狗女孩 94年的狗 男的 女孩 她脑血管 她是女孩啊 对 她是2012年5月17号 脑血管出现昏迷 对了 她是被人家拽下去的 她有一个冤结 把她拽下去的 把她魂魄拽了 现在她有一个魂 和一个魄魄在身上 所以她魂魄附体 经常痴迷 很发呆的那种样子 是的 你说这种病 哪个医院看得好啊 这种灵性病 没有医生看得好 台长跟你们讲过了 你们医院看不好的人 你们来找我 我有办法帮你们看 医院看得好的 你们先去找医生看 像这种病和精神病 全部都是灵性病了 没有办法的 你听得懂吗 这个女孩子 我告诉你 上辈子就是个男孩子 她很喜欢打弹弓 就是她曾经 把人家眼睛弄瞎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像被子 所以她再接下去 脑子不好 眼睛也会看不见 那师父 我们现在要念 多少张小房子 放多少条鱼 一万三千张 一万三千张小房子 鱼要放两万条 还要给她许愿 好吧 好 我可以告诉你 我能救她 救得了的 像她这种病 台长看起来 小菜一碟 谢谢台长 谢谢台长 你现在要有信心 我告诉你 她现在完全知道 我在说什么 你现在记住 她现在的心在动 明白吗 嘴不能讲 心在动 我问她 你觉得台长 能不能救你 救我 你救我 台长可以让你半年 就恢复得很好 你天天想观世音菩萨 可以吗 可以 你要听台长的话 每天心里说 观世音菩萨 你救我 我要消除 我的业障 会讲吗 好不好啊 她平时话都不大会讲的 对 她平时说话 不是很清楚 但是她每天念经 她每天念功课 看见了吧 还有念三张小房子 看见了吧 所以为什么台长说能救她 她已经在自救了 你们记住 一个人连自己都不想 相信自己能够改变 你说谁能改变她 一定要改变啊 师父 她是 她每天早上五点多钟起来 就开始念经 念到晚上九点多钟 这个好的不要去讲了 我告诉你 她现在念出来的经 只有一半的质量 对 我就是想问 一张小房子只有一半 那她的功课现在 叫她礼佛念五遍 明白了吗 明白 她现在几岁啊 她现在差不多二十一岁了 九四年 她二十七岁的时候 会有一个男的 很憨厚的 看上她 她还是有婚姻的 感恩师父 那 看上她的 实际上是上辈子欠她的 这个男的 所以 她到二十七岁的时候 头发会弄得像女孩子一样 恢复的 她还能站起来 好 听得懂吗 谢谢台长 实际上 去年我在香港 当场叫很多人站起来 我像她这种情况 我也能叫她站起来 问题站起来之后 你还得自己锻炼 还得消业 你消不掉业 你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你听得懂吗 你有没有信心站起来 你有没有信心站起来 有 有 你做梦没有做到过 一个年纪偏大 脸圆圆的 这个人很爱你 很喜欢你 一个男的 做梦做到过吗 没有 没有啊 还没来呢 缘分还没到呢 那个男的大概改变主意了 再想一想 有没有一个人 很爱你啊 在梦中 来看过你有吗 没有啊 他脑子不行 他想不出来 你刚刚要睡觉的时候 我看看他什么时候 来过一次 去年 去年12月份 去年12月份 你过年之前 有没有看见过 这样一个男的 没有啊 那个男的一定改变主意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你想想看 你现在这个样子 人家不改变改变了 但是你听台长的话 今天大家就有录音录像 27岁的时候 你可以到这里 像今天小程月一样 来现场事法 你可以站在这里说 我结婚了 谢谢台长 谢谢台长 一听说结婚了 马上谢谢台长 我的妈呀 好了好了 下去吧 今天你们看到 小程月上来了吗 真的是不智之症啊 师父也是发起充满啊 这么好的孩子 怎么能够让他 轻易的就走掉呢 对不对啊 谢谢台长